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团点评的股价就迎来一波上涨 截止25号收盘 涨幅6.16% 报125.8港元 相比24号 一天之内大涨近400亿人民币 而在今日美团的股价在盘中再次刷新历史新高 按时时的汇率计算 市值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 因此美团已成为继腾讯阿里之后 国内第三家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 回过头来看财报 这份财报还透露了哪些信息呢 首先美团坦诚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本地生活服务行业 具体是餐饮外卖及到店酒旅业务两大主体业务 其中餐饮外卖一季度收入95亿元 同比减少11.4% 交易金额715亿元 同比减少5.4% 日均订单量1510万米 同比下跌了18.2% 但美比餐饮外卖业务订单的平均价值同比增长了14.4% 这也就意味着外卖涨价了 第二大家非常关心的佣金率下降了 财报显示一季度美团餐饮外卖佣金收入86亿元 佣金率为12%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第三就是疫情同样对美团的新业务造成影响 包含共享单车 网约车及B2B餐饮供应链在内的新业务 及其他部分投币增长4.9%至42亿元 总速创上市以来新低 说理美团近两年开拓的新业务 我们会发现 美团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方面面 从团购到外卖 从电影票到酒旅 还进入了打车支付 物流供应链等多个赛道 未来美团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点外卖你会首选美团外卖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与我们留言交流互动